第二十一题 西月早上起床时 睡眼轻松地伸出双脚想找拖鞋穿上 结果一只脚踏在冰凉的瓷砖时地板上 另一只脚顺利地穿进棉拖鞋内 西月觉得踏在瓷砖时的脚 相较下感觉比较寒冷 关于上述的现象 哪一个解释较为合理 这跟前一题提到了铁椅子跟木椅子的情况相同 铁椅跟木椅灯跟空气达到热平衡温度相同 我们的基本上 我们的瓷砖的实地板跟拖鞋 也跟空气达到热平衡温度一样 但是一个会感觉比较冷 一个会感觉比较没那么冷 是因为导热快慢的关系 铁的导热比较快 所以铁椅子感觉比较冷 那个瓷砖时地板导热比较快 所以觉得瓷砖时比较冰凉 所以第二十一题问我们说 关于上述的现象 哪一个解释较为合理 我们答案选的是A 瓷砖时的导热性比棉拖鞋好 我们下一个解释辑的导热